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解一下有关于素描初级技法的关于蔬菜单体的画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镜物是一个柿子胶 那么这个柿子胶的造型呢 它是以一个圆形为基本形 那么它还会有一些柱体的一些分组的穿插关系 由多个柱体进行一个并列的构置 穿插成一个既有圆形特征 同时呢又有一种体量感 柱体的体量感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么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 要分析它的形体的基本构置 同时呢也要把握住室胶的一个轮廓的造型 那么好 我们呢首先进入到一个更化的示范图 我们看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画面中 我们的构置呢 需要同学们从一个大的主体的一种思路去考虑 我们一般主体物呢在画面中占有三分之二 这样的一个面目 所以我们在构置的时候呢 物体的上下都会留有一定的余地 上面少一些 下面多一些 那么使物体呢 这个总体在画面的三分账 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比较好 那么上下的比例呢 留的空白比例呢 基本上是一比二 我们在极稿的时候 运用的铅笔型号呢 是四臂铅笔 是四臂铅笔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确定了物体的上缘 下缘之后 我们要确定物体的左右边缘 那么物体的边缘和它的投影 都同属于物体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构置画面的时候呢 投影也要考虑在这个画面的 基本形轮廓之中 所以呢 我的物体的右边缘和投影的边缘 同时考虑到物体的基本形 那么我们在确定好上下位置 左右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理性的测量 我们刚才呢 是直觉的去确定一下这个基本形 那么我们在理性的去拿比 去比一下物体的垂直和水平的比例关系 如果我的垂直是一 那么我们的水平呢 可以看一下大概是多少 水平的话应该是六分钟 所以我如果这边是一 那么我们的六分之五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关系 我可以用一个长一点的比例 然后去找一下这六分之五的关系 能比这个多一点点 比这个多一点点 差不多了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是 基本上是对的 那么我们构置好了这个物体的长宽 位置关系之后 那么我们还要确定一下 物体所在的一个正方形 也就是正方形的一个形状 以及它的在正方形形状中的 准确的每一个形的转折点 也就是说在正方形的每一个转折点 都有可能是物体的最关键的转折点 比如说它的下缘转折点就不在正中 在哪呢 我们比一下 正中稍稍靠右一点点 在这个位置 那么侧缘 侧缘基本上是在一半 左侧的话呢 在一半稍靠上 然后上缘 是靠左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靠直觉去判断 也可以用比呢 去具体的去比较 到底是几分之一 比如上缘的话呢 这个关键的感觉点 从目测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 四分之一 包括 包括什么 物体的外轮折 外轮折和它的头影 头影的基本性 头影的基本性 我们也要打出一个 基本的比例吧 我们可以看到头影的最外的 就是这个距离的比和这个单体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倍的物体 两倍半 这块头影的两倍半 是物体的一个宽度 这个的话 大家去进行一个比例的幻想 我们找到这些比例关系以后 我们再凭直觉 去拉出物体的基本走向 那么一开始呢 是平直觉去拉的 那么 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用这个 比 去进行什么 去进行一个测量 我们去测 在进行一个角度 那我在我看来的话呢 大概是在六十度 六十度角 然后我们再挪过来 然后我们再测这边 这边的话 大概也是在四十五度左右 那我们根据我们测量呢 找到了物体的外轮折 那么 外轮折的话呢 这一步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定位 有很多的这种 关键的要点 就是说 定位的 顶点 两侧的点 以及头颖的 定位置的点 以及头颖的 起步感觉点 那么这个呢 我就进行了 一个第一步的 起稿的一个定位 那么我们在 起稿定位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入到 第二个阶段 就是 这个形体的一个表达 我们在这个起稿以后 那么我们通过什么 分择 形体 去找到它的内轮和转据法 大的形体的走向 用线的也要比较放松 那么 这个青椒呢 它是有三个面 构成的 所以三个面呢 就是 这个两边侧面 和 正面 一个面 两个面 三个面 这是青椒的一个组成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 思路呢 要维尔这样的一个思路 但是呢 它这样的构成 能以不爱的话呢 它是由多个形体的柱体 穿插构成的 比如说 它是每一个形体 都是由一个小圆柱构成的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圆柱体的 这样的一个 构置关系 所以我们要把它理解成的呢 多个圆柱体的一个传插 所以我们 这个形体 是一个圆柱体 画出它的 内转折 那么它的 顶上呢 有一个凹通 有一个凹通 在圆柱体的基础上 就凹通 和分珠 和传插关系 那这边的话呢 也是一个柱体 在圆柱体的基础上 那么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以这个 它的边缘 光影 它作为一个 最重要的理解的一个层面 在最初的时候 我们要在最初的时候呢 把物体的体块 就是它体面关系 进行一个重点的理解 尽可能的呢 抛开 这个物体的表象的光影 和表皮质感的要素 只是单纯的呢 去研究一下 物体的形体转折 那么在空间中的形体呢 它产生 是由各个不同的 透视的面 构成的 也就是说 我们在画的过程中 一个物体 只要你画准它的体面 自然呢 会感觉到在空中 在空间中是有体量感的 是有力气感的 原谅的背景 因此是有力气感的 也是有力气感的 尽是有力气感的 有力气感的 于是有力气感的 就是有力气感的 如果来连称的 为了权特油 透视的 透视的 空 透视 那么对于这个青胶的每一个半呢 我们在画的过程中 都要加上它的空间的体量的厚度的理解 感谢观看 形体呢 它是空间中的一种起伏 有它的这个通与凹的关系 它是空间中的一种起伏 那么形与形体交织的部分呢 你要画出什么样的 它们形体的交叉感 所以你的线呢 可以画得稍微的 让它过近一点点啊 有一个穿插个人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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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